一群中国人在18世纪将他带入印度 谁曾想时至今日 所有的印度人竟然都对他着迷 尤其是印度的小孩 居然不要炸鸡汉堡 只想要吃他 他是什么呢 他就是赛利奶奶今天要做的美味 客家炒面 也就是中国炒面的魔改版 客家炒面是印度美食界的一种常见菜品 不论是名流显贵出没的高档饭店 还是充满烟火气息的路边摊 往往都会有这种炒面的身影 现如今 客家炒面已成为印度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华天下之大鸡啊 嗯 确实是有点 但这也是事实 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 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 华夏儿女开始奔四海 一些中国的客家人 移居到了印度的加尔各达 这些客家人 是第一批在印度定居的中国人 这些人还将他们的烹饪技术 和调味料与当地的香料相融合 改编成了素食菜肴 以适应当地印度人的口味 定居 最新的适应 有些人 成为健康的 优优局 吃 吃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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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是在竹子, 只要一根去银子的毛� Kent 我有一根保持栽培的毛鎚 时光飞逝 经过不断的演变和融合 现如今的客家炒面 已经与我们传统的炒面 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就比如炒面的方式 印度人通常喜欢 在这种叫做卡瓦的平板煎锅上炒 所以赛利奶奶特意让赛利去买了一个 一边的 socialist 赛利笑的 Father,你闻死 Ahhh 闻死了 这是什么 在 говор四嘛 媒体当cak的 活 devot了 爹给在瓶儿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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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量 放入切架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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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虽然叫做炒面 但手法上来说更像是拌面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 当代的客家炒面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垂涎的风味 比如鲜味 辛辣味 酸味 略带甜味 以及高度的芳香味 是不是看起来也挺好吃点 这样美味的面条 可把孩子们高兴坏了 全世界独一份的灵魂美食 据说只要吃了它 你就可以无限地接近神灵 无数印度人对它是趋之若武 巴特纳是一座沿着恒河而建的城市 它是印度比哈尔邦的首府 由于长期被浓厚的恒河文明所熏陶 使得当地的宗教氛围极为浓厚 与之相呼应的是 当地的食物也多为质朴朴素的风格 而这其中 有一道煎鸭蛋的菜肴 更是被奉为最具灵魂的食物 鸭蛋嘛 很普通 大部分人都应该吃过 即使是加了很多的印度香料 那也没什么特别的 毕竟在印度 最不缺的就是香料 很多有有就要好奇了 那这个特别在哪里 其实全在煎鸭蛋的燃料里 燃料中除了木炭之外 往往还会加些神牛的牛粪 也就是流牛的牛粪 印度人相信 烧灼牛粪所产生的火焰 烟雾和灰烬 为这倒菜增添了一种 特殊的神秘元素 这种元素之后 会混合在鸭蛋中 吃了这样的煎鸭蛋 神灵就会给予你自服 至于真假就难辨了 这种时长的东西 变成了 它们在炸一样的白色 它们都吃了 非常用心 现在是放在鸭蛋 它们放在鸭蛋 它们放在鸭蛋 它们就不下来 它们做到的 它们是在鸭蛋 您的预算下 一百年的鸭蛋 它们放在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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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可以让你再做 它们再吃了 如果您再把它做 眼前这个煎蛋摊位的摊主叫做拉伊 他是巴特纳这座城市里 约5000名街头摊贩中的一个 他们世世代代都用牛粪来烹饪食物 只是呢 这种传承马上或许将会被打破 由于长期的空气污染 当地的空气质量已经下降到了最差的水平 帮政府开始禁止在家中焚烧牛粪和煤炭 并将最主要的污染归咎于他们这些小摊贩 但是如果没有牛粪的烟雾来烹饪和调味 这道菜将会被毁掉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道菜可能会永远地消失了 这道菜可能会有多长时间 这道菜可能会有多长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印度地区流行的一种小吃 和我们的山东煎饼 天津大麻花是一个意思 麦索尔邦达在南印度地区最受欢迎 麦索尔邦达是一种由面粉和凝乳制成的圆形小球 由于制作面糊时使用的是麦达粉 所以它的外皮很是酥脆 内里柔软 内里甚至还有点弹性 很是好吃 好吃的另一个关键是因为它的面糊之中 还混合了切碎的新鲜椰子 青辣椒 自然和盐碎叶 之后经过摊主强有力的右手 高速搅拌 弧状物会变得足够光滑 最后就可以油炸了 油炸这一步同样很关键 需要摊主灵巧的右手 运用太极秘法 甩出一个个匀称的小球 完全不明显的小球 ั Dougyevara 法阮矩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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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索尔邦达是印度人著名的下午茶的小吃 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时 并不是两手空空的来 他们也带来了英国的下午茶 在精心布置的餐桌上 享用着精致摆盘的糕点和浓郁的奶茶 这算是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展现的淋漓尽致 英国人的无心之举 却把印度人给羡慕坏了 于是呢 印度人也开始照猫画虎的喝起了下午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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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 很多的印度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喝下午茶的习惯 而且呢 作为一个甜蜜王国 印度人的糕点种类可是一点都不比英国人的少 像这个麦索尔邦达 就是印度人很喜欢的一种下午茶糕点 下午茶嘛 不会只有一种糕点 所以印度人通常会搭配上印度的蒸米糕埃德里 埃德里是一种同样起源自印度南部 后来风情于全印度的咸味糕饼 埃德里是以去壳黑扁豆和白米磨成糊 经隔夜发酵后再蒸熟制成 由于淀粉经发酵程序被分解为较小的分子 蒸米糕更容易为人体所消化吸收 对于整天高油高辣的印度人 算是极为友好 何葡萱汁更生 São了 人生死去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最后浇上椰子酸辣酱 配上一杯浓郁的印度奶茶 这就是印度人的美好时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